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箱形整理过后突破再拉一波 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箱形整理之后突破再拉一波 所以目前来到这个箱形做一个整理 这个箱形整理的最大用意 第一个让量降温 第二个看是否能够让融资稍作减码 第三个来说技术面避免短中线过热的问题 因为各位看这一条是20日移动平均线 也就是苏山的月线 基本上大盘今年其实是靠着月线这一条线 在做支撑往上垫高的 那目前因为大盘跟月线的乖离率又有点拉开 所以做横向整理等待月线慢慢能够垫高上来 如果来到一万两千点附近那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目前的一个态势来说 其实我们回归到先前所讲的看盘指标 台币台积电五千金 那其实目前来说比较有疑虑的应该是在于五千金的部分 所谓的超级高价股千元股呢 因为它反映的是内支的心态跟动向 那如果内支主力大户对于高价股有比较保守的话 那当然其实会形成可能有些个股呢 从高位阶开始拉回做修正 但是你不要怕 因为呢外支才刚开始做回补 六月份进场买 七月份开始继续加码 包含台积电在内的全支股 所以当外支在回过头对台股买超的同时 事实上呢指数就算有整理跟拉回 空间都不会大 那所以内支就算呢有去卖一些股票 调节一些股票 也绝对不会呢选择在此时大局的撤离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呢 外支继续买全支股 垫高指数 而内支呢去开始做个股跟族群之间的换股操作 从一些高位阶的换到一些呢 有新的利基点或新的题材的一些族群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巴菲特靠着苹果报赚550亿美元 但同时呢巴菲特呢 也认赔出清停损航空股 那魏杨老师把这两篇新闻 都是呢近期这几个月的一个重要的巴菲特的新闻报导 放在一起 比对一下 想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所谓人称呢 股神的华伦巴菲特 他究竟是怎么样赚到呢 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这个财富 其实巴菲特之所以当股神 当然呢 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籍跟课程 去报道他的投资新法 那价值投资啊 长线投资啊 我想这些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可是我们要讲一件事情是 其实巴菲特也跟所有的投资人一样 会看错做错犯错 但他仍然是股神啊 但他仍然是 有着我们可能十辈子也赚不到的财富 那为什么巴菲特 他会看错做错还能够这么有钱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光是靠着苹果 Apple这档股票 他的重要的持股 就能够让他大赚 那航空股呢 他虽然看错 但是呢 他就接受 他就停损 控制了风险 而且我跟各位讲 其实如果要用一般世俗的眼光来讲 他停损航空股 还不是最可怜的 最可怜是他停损完之后 航空股大涨 但是我们会因此嘲笑巴菲特吗 至少我不敢 我们没有资格 因为我们的财富 是比他呢 少掉后面去掉好几个零之后都还不如 那所以我从巴菲特的例子 是要跟各位讲 看错做错都没关系 那你也不要担心 如果停损 会不会停损完 结果涨上去 就像我刚才讲 巴菲特他停损的航空股 那又怎么样 结果航空股涨上去 那又怎么样 重点是 在他的投资组合里面 不是呢 实权实美 每一档都做对 但是他赚 赚大 那做错就控制风险 从别的地方赚回来就好了 那不要因为呢 看错做错 心有不甘呢 所以呢 一直呢 耗在那里 撑在那边 去凹单 那当然不要去怕 卖掉之后会不会涨上去 这不重要了 股票永远都是涨涨跌跌的 很可能你卖完又涨 但也很可能你不卖 他又继续跌 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是 你对这家公司 接下来他的前景 跟看法是什么 如果真的看法已经改变 已经转弱了 该卖就卖 卖完又涨 那就留给别人赚 天涯何处 无芳草 股票市场1000多档 快2000档了 你还怕找不到下一档 但是重点是 真正有实力 有潜力的公司 你要多花点心思 把它照顾好 研究透彻 就是对股票最大的尊重 你把它研究透彻 你就知道该报到哪里去 而不是赚一点点就跑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波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疯狂地买进生计股 今天我们先来看 4743合一 跳空跌停 接着第二盘打开跌停 接着第三盘就翻红了 但是11点钟过后 他又翻黑 然后12点钟开始 跌停又锁死到中场 那这个合一的母公司 中天也差不多 跳空跌停 打开翻红再锁回去跌停 那整体的生计股 先前有一些过度投机的 炒高的 股价偏离基本面的 基本上有很多人 不明就里的追进去 而受到了伤害 那这几天 我陆续一直一直收到 很多投资朋友 私讯来询问 生计股怎么办 那我只能说 你当初去买 这些生计股 合一也好 中天也好 信国信辉或其他都好 不管你买的是哪一档 你要先问问自己 当初你为什么买进 你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你的根据在哪里 你对他未来营收获利跟目标价 估计是什么 如果这些你答得出来 至少你做过功课 可以算是在做投资 那就回归到投资的本质 这些想法看法 你有没有改变 那如果没有改变 这中间就是一些震荡 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 你当初为什么去买这些 而且更可怕的是 如果因为你想要 赶快赚很多 快速的赚大钱 所以你买了很多生计股 买了很多的中天合一 那这个其实就有一点 好像把所有的存款提出来 带着到Las Vegas赌场 想要赌一把 看能不能呢 就在今天晚上我就致富 那等于是在买乐透的感觉 赢了得到所有 输了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那其实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已经买了生计 如果你已经错了 你已经看错了 你也不知道 这些公司接下来的数字如何 你现在非常害怕 那怎么办呢 看错做错 那就认错嘛 那就认错 那你也不要在意 认错以后 中天合一会不会大反弹 那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股票表示 从一开始它就不属于你 不是你能掌控的 不是你能够去驾驭的 所以这些股票就留给别人去赚 那我认为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投资的好股票 从别的股票赚回来 这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一开始呢 我希望透过巴菲特 这个所谓当代的股神 我们不要只看到他光鲜亮丽 财富有多少的那一面 而是你要知道股神他也是人 那为什么他也跟我们一样会犯错 可是他却能够有这样的身价 关键在于你要赚大赔小 那至于说回来看 整个生计股里面 我讲过 请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也就是说 当初生计在涨的时候 就有人问我说生计可不可以买 我就说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你这是一刀二分法 生计股有那么多档 哪有说整个生计股可以不可以买 那同样的现在生计股从高档转落 很多可能呢 它的热潮已经过去了 它的筹码有了问题 但是难道所有的生计股 现在都要看坏吗 这我也不同意 不能这样子去划分 所以回过头来看 当最近中天合一等等 这些非常弱的时候 其实我注意到了 4123陈德这家公司 它也是生计股 可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最近并没有暴跌 是的 没错 最近的技术面呢 看起来呢 好像怎么都是几根黑黑在这边 好像呢也没有很强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想想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氛围 现在是生计股在人人喊打的市场氛围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档股票它是底部整理形态 突破颈线之后的整理 是在颈线上方的整理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呢 因为受到目前整体市场氛围的影响 所以股价有点被压住 那先以手来等待供给的时间 以手代供 那或许呢 在经过了中天合一连续暴跌之后 那接下来如果会在进场的资金 那我相信是对于生计呢 就真正比较有研究 真正懂生计的聪明钱了 而不是呢 炒到最后尾端 那个全部都是呢 疯狂的赌博资金 那况且就是说中天合一 目前看起来呢 在连续下跌过后 其实也有可能去做止跌 那一旦止跌 当然呢 优质的生计股就有可能呢 进行了它的一个评价上修 那承德的主要的题材 简单来说 它向来被称为所谓的 生计工业银行 或生计投资银行 指的就是说呢 因为承德底下 有很多转投资的生计公司 上市的上柜的 新柜的未上市的 那如果我们以上市柜跟新柜 这些至少有股价 有市值可以评估来讲 那这些转投资的市值 已经达到了367亿元台币 那除以承德股本折合 大概每股净值 可以达到80元的贡献 这是它的潜在转投资 再加上近期呢 CS02糖尿病新药呢 在二期试验部分呢 也是形成了 比较正向的疗效结果 那当然这个是以题材面部分 来看待 那筹码面部分来说 7月20号纳入富贵50指数 所以呢 后续就有机会呢 吸引法人的买盘进来 那除了这几点之外 其实承德还有一个可能的潜在大利多 但是目前因为公司并没有在公开资讯观测站去做一个证实 我不方便呢 做太多的评述 以免好像误导了我们的观众朋友 但是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就是呢 承德底下也在转投资 那的确可能在近期呢 也会有呢 所谓的一个新要授权的利多 那授权金呢 有可能是上看6亿美金 那6亿美金这个概念 我这样讲 之前中天 抱歉 之前合一 为什么会从这个十几二十块三十块 然后飙到四百多块 因为合一有一笔5.3亿美元的授权金 那现在承德底下的转投资有可能 我再次强调哦 这只是有可能 一切以公司的公开资讯为准 有可能是6亿美金 等于是比合一的那笔授权金还要大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仅供参考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昨天节目提到 其实市场资金在移动 那必然会有新的族群 那新的族群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以绿能产业来说 包含风力发电跟太阳能都是主轴 那昨天呢 1589永贯 拉到了涨停 但是呢 没多久打开 当冲卖压出现 出现震荡 我说这没关系 这正常 重点是 拉到涨停的时候 代表的是呢 大户资金的企图薪 那今天果真呢 股价呢 又再往上攻了 那而且呢 今天是顺利的突破前高 所以昨天的 当冲短线的卖压 已经被洗掉了 好 那永贯呢 是主要呢 提供呢 风力发电 风机的铸件 那这个铸造当中呢 重要的原料就是生铁 目前呢 生铁的价格是持续的滑落 所以有利于它的毛利于上扬 那第一季虽然是亏损 但是第二季呢 预估就有亏转盈 而且呢 获利还有大幅上修的空间 那目前拿下了西门子的哥美萨 以及呢 三重重工 维特斯 648MW离岸风机的 铸件订单 那后续还有台电的订单 那加起来呢 有可能呢 可以高达将近呢 1GW的订单 那目前呢 股价呢 开始呢 形成上升的趋势了 那这个趋势呢 其实就是在预告着 第二季的财报 会比市场预期来得更强 而且呢 第三世纪一直到明年的 中长期的展望 也非常的好 好 那再来呢 我们也讲到 这个跟新能源 还有相关的 包含氢 氢能源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家 国外的大厂 蓝料电池的大厂 叫Broom Energy 以下简称B1 那B1这家公司 昨天呢 是暴涨了 34.84% 这是它昨天的K线 34.84% 那B1呢 目前呢 有两个值得去追踪的 基本面讯息 第一个呢 是宣布进入呢 南韩的商用 再生能源市场 那目前呢 根据这个SKE&C 对于呢 现在B1每年的一个 燃料电池的 采购订单的需求 估计呢 会是达到 现在既有订单的 两到三倍 除此之外呢 B1也跟呢 三星重工呢 要合作建造 能够取代 纵南油的 轻能船 那美艘船估计呢 也有呢 19MW到100的需求 所以这些合计起来呢 就是接下来 B1呢 它长期的 订单成长 那这个力道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非常非常惊人的 那以B1呢 所采用的氧化物 燃料电池来说 转换功率高 而且功率更强 那适用于大型发电站 资料中心跟微电网 所以呢 相当受到呢 美国政府的支持 那装机量呢 从2016年开始 就逐年在爬升当中 那这是B1呢 它的股价 跟基本面的一个讯息 所以为什么昨天 它出现大涨 因为有新的订单 将会带动它长期的 成长爆发力 那回过头来看 B1在台湾 最大的供应商是谁 这家公司今天 涨停板 开盘就涨停了 休息一下 魏杨老师 进一步跟你分享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今天下午台积电法说会 昨天创历史新高之后就拉回 今天继续下跌 基本上这是一件好事 台积电简单来说 如果是这个法说会之前先跌 那法说会过后反而比较安全 那如果是法说会前先喷出 那法说会后反而危险 所以这两天的拉回 无伤大雅 不碍事 这个台积电 总之就是看好 那导师最近的盘势 你要注意的是 大户主力聪明资金的移动 现在跑到哪里去 新的族群里面 我们讲到跟绿能 干净能源 新能源有关的 那包含像这个 在国外挂牌的Bloom Energy 昨天狂飙34% 在台湾有一家公司 是它的主要供应商 那这家公司就是8996高利 那我们看到高利在7月1号的时候 股价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供到了涨停 那今天因为受到Bloom Energy B1的带动 开盘一分钟就涨停盘了 跳空就上去 那锁死到中厂 那高利是B1燃料电池核心 反应炉的Hotbox 那主要的供应商 今年出货量预估 可以成长40几%以上 达到2125颗 那南韩的发电厂我们刚刚提到 关于这个B1的一个利多部分 那估计潜在需求是达到400MW 那对应起来就相当于 大约要上看5500颗的Hotbox 所以比今年一整年的出货 都还要多一倍 再来刚刚也提到 三星重工的这个轻人船 那每艘船的需求上看到100MW 那最多也可以上看 对应1300颗的Hotbox 所以这些就是将来 高利的成长动能 来自于Bloom Energy 所带动的燃料电池反应炉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反而还非常期待另外一个部分 则是新打入阿里巴巴 液冷散热系统 好 这个部分呢 其实说来就有一点比较长的故事了 那它打入到阿里巴巴 但是目前都还没有贡献业绩 因为原本预估5月 后来延到6月 7月 现在预估可能到9月 整个从第二季初 可能延到第三季末 那当然这一切 都跟新冠肺炎的疫情发展有关 这个是属于 无法事先预测掌握的变数 产业就是这样子 公司的原因就是这样 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可能所有你预测事情一次到位 但是呢 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仍然是存在的 因为阿里巴巴要不要盖资料中心 要 那阿里巴巴资料中心 需不需要做一冷散热 也要 那高利益有没有得到阿里巴巴认证 也有 所以这整个东西它其实还是在一定的一个规划的既定方向之中 只是时间点受到产业面 因为你毕竟会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这个是不可抗力之因素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高利刚才提到 其实这里打出双脚之后 7月1号就跳空往上了 蠢蠢欲动 经过这段时间两个星期的整理 拉回修正都没有再跌破 那今天又跳空往上去做出了突破 那是不是已经开始形成了上升的趋势了 那这种就是呢 其实在一万两千点附近 其实不可多得的好股票 因为呢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就是高位阶高基期的股票 那低位阶低基期的股票 股价看起来比较安全比较吸引 可是也会怕什么 怕他烂啊 怕他业绩不成长啊 所以你又要低位阶 可是你又要后面有高成长 这真的是不可多得 所以呢 高利呢 目前是我们所看好的标的之一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三五四营要月 昨天涨停 今天再喷涨停 而且是开盘就直接涨停了 那连续两天呢 都是标涨停 那目前其实也跟肺炎疫情有关 因为居家上班 居家学习的人变多之后呢 组装桌机的这个市场趋势呢 逐步替代商用的NB跟品牌的桌机市场 所以呢这个需求就大绝爆发 再加上呢 Intel AMD跟超微呢 其实都陆续有新品推出 带动了换机跟升级的这个浪潮趋势 那股价呢 为什么开始喷出 因为基本上第一个 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结果六月公布出来之后 连续第二个月再标新高 那目前开始来估算 整个第二季毛利往上 营收创高 所以第二季的财报会非常强 会大幅度的季征 年征都是翻倍的 大幅度的翻倍 那整个第三季 第四季还是很强 所以今年预估呢 EPS至少可以赚到五块钱以上 所以耀月呢 纵使这两天连续喷出 目前股价刚突破五字头 算起来本益比还在十倍附近 并不贵 所以虽然说 你看到股价的位阶 跟过去比似乎涨得蛮多的 似乎呢 不算是低位阶股 可是它的成长性非常高 而且订单能见度也非常好 那重点是本益比呢 其实只有十倍 所以这种高位阶的股票 你就不能只是去看股价的形态 要去注意它的成长动能 跟本益比的评价合理性 那我们跟各位提到一段时间 五二一的公信 应该是上个礼拜五就跟各位提到 那终于到今天礼拜三呢 股价开始往上了 那基本上呢 资产营建股 你一定要多一点耐心 去等待它的基本面呢 能够逐步的实现 那现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呢 公信六月份营收 已经创历史新高的喷出 接下第二季的财报 估计EPS也会创历史新高 那反映的就是大南港岸的土地 处分的利益要入涨 那目前来说 如果估计到它年底的时候 净值可以呢 加上获利之后达到14元以上 所以现在股价净值比大概只有在 0.7倍附近 相对也是便宜的 所以这些都是温阳老师呢 精挑细选的极上股 而且呢 有没有发现到最近我们操作跟选股的逻辑 第一个来说投资组合分配 不是单压生计或电子 我们甚至包含像资产股 传产股 其实只要是高成长 值得投资有潜力的公司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投资组合的规划 第二个来说 其实操作上面 因为毕竟在12000年 要搭配一些比较灵活的做法 包含高出低进 包含分批进分批出的调节策略 那这些温阳老师的一些操盘的内功心法 都很愿意在节目当中呢 经常的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忙记得多多的订阅 按赞还有转分享 订阅 按赞 转分享 那当然如果操作上面有兴趣的话 不妨把握呢 我们的热气球活动 跟上温阳老师的权威团队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